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经常喝茶和经常喝咖啡的人谁更年轻 答案出乎意料 在工作和生活的日常中 很多人热冲衣喝咖啡 几乎每天都要喝一到两倍 一方面是因为其特殊的咖啡的香味 另一方面是其带来的提神醒脑的效果 喝着喝着就成为了一种生活的习惯 同样,日常喜欢喝茶的人 大多也是喜欢茶叶独特的香味 并且茶叶中所含的茶多酚等的物质 对健康具有积极的作用 而越来越多的研究都证实 日常喝茶喝咖啡对健康确实有诸多的好处 那么经常喝茶与经常喝咖啡的人 谁会更年轻 谁更有健康优势 答案出乎意料 一、经常喝茶与经常喝咖啡的人 谁更年轻 2024年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研究人员 发表在美容皮肤病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 经常喝咖啡的人能够有效地降低 面部皮肤衰老的风险 研究纳入了超过1.6万名的参与者 他们的年龄大部分在45至65岁之间 并收集了他们面部皮肤老化的数据 研究综合分析了喝茶、喝咖啡、喝酒精饮料、喝含糖饮料 这四种饮品的饮用和面部皮肤老化之间的因果关系 研究发现在四种的饮料中 只有咖啡能够有效地降低面部皮肤衰老的风险 咖啡摄入可以降低15%面部衰老的概率 其余的三种饮料均未显示出 与面部的皮肤衰老之间有明确的关联 换句话说 经常饮用咖啡的人 其面部的皮肤衰老的风险更低 看起来更年轻 其实早在2014年 国际皮肤病学杂志上也发表过一项类似研究发现 咖啡的摄入可以有效地保护人类皮肤免受光老化 并减少色素般沉着 研究人员推测 咖啡美容的原因在于其中含有的绿原酸等多分物质 哦 爱喝咖啡又爱喝茶的人赚到了 那说了半天到底喝茶好还是喝咖啡好 是不是喝咖啡的好处超过了喝茶 其实并非如此 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发现 既喜欢喝咖啡又喜欢喝茶的人 健康益处才是最大的 1 喝茶又喝咖啡的人 中风与痴呆的风险低 2021年天行医科大学的研究团队发表 在公共科学图书馆医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 无论是喝咖啡还是喝茶 都可以降低患痴呆症和中风的风险 而且如果既喝茶又喝咖啡的效果更好 这项研究纳入了超过36万名的参与者 他们的年龄均在50至74岁之间 分析发现每天喝2-3杯咖啡或者是3-5杯茶 或组合饮用10-6杯咖啡和茶的人 中风和痴呆的发生率最低 与不喝咖啡和茶的人相比 每天喝2-3杯咖啡和2-3杯茶的人 中风的风险降低了32% 痴呆风险降低了28% 咖啡和茶的组合有效地降低了中风后 患上痴呆症的风险 每天饮用3-6杯咖啡和茶中风后 患上痴呆症的风险最低 研究人员认为咖啡是咖啡因的主要来源 并且含有分类物质 以及其他具有潜在有益健康作用的生物活性化合物 同样 茶中含有咖啡因、耳茶数多酚和类黄酮 这类的物质具有神经保护作用 比如抗氧化应急、抗炎、EGβ、淀粉氧、蛋白聚集和抗雕王 这两种饮料的综合的保护作用可能与降低中风与痴呆风险的潜在机制有关 2. 喝咖啡又喝茶的人糖尿病的死亡风险低 2020年日本研究人员发表在BMJ开放式的糖尿病研究以护理的一项研究发现 每天既喝绿茶又喝咖啡或许能够帮助糖尿病患者 延长寿命改善生活 每天喝4杯以上绿茶以及2杯以上咖啡的糖尿病患者 5年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63% 这项研究纳入了4923名的糖尿病患者 随访中卫时间是5.3年 研究发现与不喝绿茶和咖啡的人相比 喝绿茶或咖啡的人全因死亡率较低 而两种饮料都喝的人全因死亡率最低 研究人员表示 这与绿茶中含有的分类化合物 茶氨酸和咖啡因等的许多有益的物质有关 其中 表霉食指而茶素 霉食指酸酯是最常见的茶豆酚的成分 具有抗氧化抗炎和抗突变的特性 另外咖啡中也含有分类化合物 以及咖啡因等多种的生物活性成分 比如绿原酸通过抗氧化和抗炎等的多种机制 对健康产生了影响 3.健康喝茶喝咖啡 记住三点 看到这里爱喝茶的人或者爱喝咖啡的人 从此以后不必再争吵了 咖啡加茶强强联手才是正解 不过想要健康喝茶和喝咖啡 记住是三点 1.茶咖啡虽好但适量饮用 尽管茶与咖啡都饮用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某些疾病的风险 然而要知道 两者都喝的情况下 咖啡因的总体摄入量会有所增加 所以建议大家适量饮用 根据以往的研究建议 咖啡因每天摄入210至400毫克为宜 所以咖啡每天一到三杯即可 成年人一日饮茶12克左右 分三到四次来冲泡为宜 2.茶咖啡虽好尽量上午喝 咖啡因在人体内需要8到10个小时左右 才能够被完全的代谢掉 因此建议不要在晚上来喝咖啡 会影响睡眠质量 最好是在下午3点之前来饮用 对于睡眠不好的人更建议在上午喝 避免影响晚上的睡眠质量 3.茶咖啡虽好但注意控糖 咖啡和茶虽然都饮用效果更好 但要注意这里的茶不是奶茶水果茶 而是自己冲泡的绿茶红茶乌龙茶等 咖啡也建议是尽量少糖的美式黑咖啡或者是拿铁咖啡 希望本期的视频内容能给您带来帮助 最后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